張耀陽北京涉嫖催被捕 毒品的東西不可一不可再 可惜張耀陽就不太明白這個道理 北京公安局上星期三就在朝陽區的酒店 拘捕了51歲涉嫌吸毒的張耀陽 同時在他行李中搜出1.15克的大麻 據說當時除了吸毒之外 也涉及嫖娼罪行 而這兩件事加起來起碼要拘留20天 張耀陽至1986年演出《龍虎風雲》上位之後 至今已經接拍了超過80套電影 當中不少反派角色都令人印象深刻 今年就因為腰部的勞損而淡出銀河 今年3月才復出幫歌手黃若霖拍MV 不過就未有聽聞會在香港復出 而今日以往無數的經典角色和對白 也成為他家下的真實寫照 我東星耀陽,一指錯,滿盤家律索 我沒有說話說 是很難提升的 請把豬油以及詞索 我的豬油 甚至請把豬油 分別人 都叫做 反正 same 自由